來為你們上台說幾句話 到NOWDESBILKON DRCHI-CINTEA Chair of Industry and Dr. GENERAL MINGERAL CHI-CINTEA HOP STAGE 師傅樂隊本 LAYSENTERN PARTICIP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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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文院長 各位貴地 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高興 來參加台晶醫院 中研醫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新一峰生技農業公司 還有工業院的IEK 共同來主辦協辦的 2014年國際仿生科技論壇 在這次論壇中 最難得的是主辦單位 邀請了國際仿生大師 Janny Benias 到台灣來給我們做 等一下Kino Speech 還有好幾位國內外的專家 來分享國際生物科技應用的趨勢 工業院在這方面 作為比較少 但是近年來我們也 繼續投入一些永續創新 我們叫做Eco Innovation的研發 也希望來為業界找到 與大自然共存的和諧進度力量 那本院的IEK產經中心的研究 我發現食物農藥是以人為的方式 模仿或強化植物抵抗病重害的機制 是仿生科技的重要應用之一 而且剛才跟Janny Benias稍微聊一下 就是這近15年來仿生科技的從學術界走進了實際的產業界 所以這個市場正在持續的發展當中 食物農藥的特色就是說 使用以後不會殘留有害的化學物 而且兼顧了農作物生產的效率 所以已經引起各國的注意 全球的市場 幾乎到2017年 應該可以到達千億台比左右 那台灣在這方面呢 因為我們是在特殊的亞洲代地區 所以亞洲代地區後也發展出 我們特有的生物多樣性的特色 也可以造就台灣在發展生物農藥上的優勢跟潛力 相當值得我們大家來看這方面的前瞻市場來思考 目前台灣登記合法使用的生物農藥只有43種 所以從這樣的數量來看 台灣生物農藥的發展 人員有相當的發揮空間 非常值得我們大家一起來關注跟投入 因為為了今天參加北人導會 因為我稍微圖了一些資料 也非常高興看到很多台灣業界學界 已經投入這方面的研發 或者是實務上的事情 剛才看到的報告 等一下會有陳達 秦達 教授 最終我看了一些資料就是 心意 風 生氣 陽昊跟葉玉芳夫妻 在李山開始做著不用農藥的種植方法 後來看來是天域農法 所以感覺非常欽佩 我想人是活大老 學大老 為了這個研討會 會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我想未來的日子 我個人或公益院人 應該會多了解這方面的發展 多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非常高興來參加今天研討會 讓我得到一些啟發 最後祝我們今天這個論壇圓滿成功 理會貴賓都能夠收穫滿滿 在仿生領域能夠找到最適合的 商機的發展方向 謝謝大家